今天是各單位主管 首先,我要請主席,請我們A處長 A處長,請 英委員長 處長早 我請教處長 現在我們中華電信 是我們交通部裡面 國營事業裡面是最賺錢的一個單位 兩年前 擴大內需方案 就要把我們中華電信公司的股票賣掉 我在財政委員會堅持反對 一定不能夠把這個金基模賣掉 結果沒有賣了 看今天的報告裡面 我們中華電信 營餘還營餘437億 也是相當高的一個金額 我要請教 我們這個營餘437億 播多少給國庫 一年播多少給國庫 請我們董事長回答 林委員 我們這個稅後營餘的部分 就是會牽涉到這個股利的分配 股利分配我們在股東常會通過之後 我們會按照持股比例去分配 那我們交通部現在持有35%點多 所以就是會從這個可以分配的這個給股東的部分 就分配給股東 所以應該是有35%的股利可以 一年大概多少 一年現在如果說那個是可以分配的大概是九成 九成437億的九成 再乘35% 100多億 100多億播給國庫是吧 當然我們中華電信 貢獻給國庫的不只這個啦 還有很多稅 這個營業稅 還有地價稅 房屋稅 各種稅捐 事實上每年貢獻給國庫的相當相當多 那我請教董事長 現在我們中華電信 除股是35.29 那你認為有必要再提高 除股有沒有必要再提高 35.29%這樣子的一個除股比例已經是最大最大的股東啦 那在控制力方面應該是 我認為是應該足夠了啦 所以我就是在想喔 為什麼這種有賺錢的單位 我們的除股為什麼不多一點 多一點的話我們分的營利就多嘛 對國庫的幫助就大嘛 我是認為說像這樣你們可以一直把股票一直買回來嘛 買回來出股高一點嘛 是不是 這樣的話我們每年所分配的金融會多嘛 是不是 那個報告委員 這個行政院有做過一個研究就是說呢 關於這一樣的公司 就是說最似的持股比例是大概是多少 我們研究的結果是34% 所以中華電信事實上是經過行政院研究之後 認為是最理想的比例 那如果當然委員的那個意見我覺得也很有價值 可是呢因為以中華電信這麼賺錢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現在如果是再去買買把股票買回來 那股價也是相當的高的 所以以目前就是說 但你們要看時機來買啊 股票像去年已經低到四千多點了 所以你們就趕快 不要讓你們的股票趕快那時候最低的時候 趕快買回來 到現在都賺了一倍以上是不是 報告委員 我可不可以順便提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的法規裡面 有一些對於政府的這個持股的公司 還有相當的限制營業的項目跟範圍 包括這個我們現在因為數位匯流 寬頻發展數位匯流 現在對於這個媒體的經營 現在新媒體出現了之後 在新媒體這個部分的這個監管 我們在法條上面還有很多的限制 譬如說黨政軍退出媒體這個議題 現在數位匯流我們如果這個不能夠有比較寬的空間來經營的話 會對我們造成相當的影響 因為民間他什麼都可以做啊 那我們如果說政府持股比例這個越來越高的話 那限制的越來越多 那對事業經營會有一點妨害 所以這個也要一起考慮 是啦我是想說建議啊 如果像這個會賺錢的單位 我們應該持股都高一點 像中鋼也是非常賺錢的 結果啊除股一直把它賣掉 把這個經濟母賣掉的話 以後我們國庫的錢要從哪裡收啊 對不對 那個報告委員如果說 立法院願意往那個方向努力的話 可能立法院事先要先編一筆這個 靈活的基金呢 讓那個公司呢能夠在這個適當的時機進場 否則的話目前的情況啊 照這個規定呢 因為我們必須要國庫去買股票 一定要立法院這個預算通過 所以就是整個那個程序是非常冗長的 所以呢委員那個建議是很好 就是在低點的時候我們買 可是呢如果要真的要發揮這個靈活的效益 很可能是譬如說 這個這個 有一些政府的基金啊什麼樣 要有這樣的一個彈性才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啊就是要你們去想辦法 你們想辦法 需要的話就把這個需要修改什麼法令 要訂什麼法令就要提出來嘛對不對 提出來的話大家來研究嘛 那我如果為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我想啊 我們立法院應該會來支持 所以這一點我請我們中華電信 你們是一個母雞 聖誕的母雞啊 所以你們這個對國家的財政收入 你們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希望你們多多的來加油 另外我要請教董事長 你們現在對地方的回饋啊 你們每年有ban多少經費來回饋地方 呃我們中華電信公司經營的方式 跟其他的國運事業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在跟地方一些配合方面呢 事實上我們是用這個敦青木林的方式在處理 而不是像某一些國運事業 他在預算上面有特別編列這樣子的一個預算 所以我在這邊要建立你們應該比照 那個台電啊還有中油啊 應該編一些預算 因為你們現在所使用的管線都是公共設施 都是在道路嘛 都是道路埋伏在地下的嘛 但是你這個都是使用地方的那個土地啊 但是你們給地方的回饋收在沒有零耶 所以我是在這邊建立齁 你們應該齁從明年度開始啊 要每年看邊幾十億的經費來回饋地方 地方有需求的來申請的話 你們就給他們多少啊 你們來接電給他們補助 那麼地方啊才會配合嘛 不然你們現在齁你看你們所有齁 跟威勞啦齁 所有的管線都待在地方的道路上啊 你們一點回饋都沒有 電力公司採電條啊 他們還有回饋啊 但是我們的中華電信中一點回饋都沒有 包括地方的社區活動齁 要辦一些活動啊 要申請你們補助啊 啊你們要哭到什麼 一塊錢就沒有在補助 對吧 所以我當事長你現在齁 明年度的預算啊希望齁 要申請一塊 要申請一塊 來回饋地方齁 讓這些齁 這些團體齁齁 一些壽團活動啊 都欠一塊經費 啊我們政府沒有要補助 就是要靠我們這些公司齁 來回饋地方來補助嘛 我想那個處長 你對我這個提案你有沒有同意啊 我覺得這個方向當然是可以考慮啊 但是因為中華電信呢 那個我們政府的持股是35.4嘛 那另外還有差不多六成多呢 是民股啊 所以事實上呢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講呢 我們也要考慮到其他民股它的利益 那就是說如果說做這個社會公益的這個行為呢 對於股東價值的增加有幫助的話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來考慮 你肯定啦 我們中油公司啊 台電公司就可以 喔 啊我們這邊就 你在幫他打個模擬兩口呢 沒有肯定 那個中油跟台電的問題比較單純 因為中油台電是百分之百的 中華電信也是有單純啊 不是 中油跟台電是百分之百的國營事業 政府持股的 所以呢 他回饋這個地方啊 就是或做其他的這些東西 對於所謂的股東利益的這個影響 比較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是屬於政府的嘛 所以我現在就說 就連儲股要再提高嘛 對不對 提高儲股嘛 要變成我們國營的嘛 喔 啊我們就好 工作也比較好做 要推動計劃也比較好推動嘛 所以我剛才你給他建議就是這樣嘛 是不是 喔現在請那個葉處長還有董事長齁 你們明年度齁 我明年度要看年的意思看有變嗎 所以拜託你們來配合齁 好 那你請回座 我現在要請教我們陽明海印公司齁 陽明海印公司 董事長有沒有還是總經理 何總經理 何總經理 請教一下齁 你們去年度齁 虧損了一百多億齁 虧損這麼多的話 嚴您在哪裡 跟這個委員報告 主要原因啊 就是因為這個船頓過剩 那去年 遭逢世界的這個 非常的不景氣啊 然後這個需求減少 那新船又陸陸續續加入 所以我們的收入啊 去年就減少了四百二十六億 我知道 現在你們今天啊 九十八年度虧損一百五十八億啊 今年度啊 會不會再繼續虧啊 跟委員報告 那展望今年啊 我們經過內部的這個評估啊 然後最近市場已經有好轉了 那第一季我們虧損大幅度的減少 那我們第二季開始啊 我們預計啊 會轉虧回營 那全年度也有可能轉虧回營 有信心啊 有信心 那如果達不到呢 辭職 達不到 由部裡面來採取好了 謝謝 我是想說 今天對你們虧損太多了 一百五十八億啊 尤其我們交通部會 投資兼得滿高的 投資了九十幾億啊 那那那處長 你對虧損一百五十八億啊 你有什麼看法 報告委員 那個這的確是因為那個 世界那個金融海嘯啊 一個因素 然後那個很多的那個 船公司的那個船過剩造成的結果 世界最大的那個船公司Mask呢 去年是虧兩百億美金啊 那所以那個相對而言呢 陽明海運當然是在一個非常辛苦的那個經營的狀況下啊 那還好就是說 因為今年這個兩岸直行之後呢 那新增加非常多的營業的機會 所以我想 今年 剛剛我們那個總經理已經講過了 應該是有機會轉虧為營 好如果 如果今年沒有轉虧為營的話 總經理跟次長 是不是在同時辭職啊 我想我們會來深切檢討這個事情 就是說那個董事長 不在嘛 那我們會把這個轉虧為營 當作一個努力的目標 對 好繼續努力 謝謝 以上質詢